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姜韵不忍口可务对已成立 台湾就似乎是最多人 比起英國很多方言 有嗨很久很久就說到昨天在六四 也有回到所有 Male video 應該是昨天燒,昨天是二 我亦都完成了其中一個活動 正所謂不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我很快,6月3日試行按幾個按鈕 想請6月4日回鄉證 立即有,去到效率很快 我不知道現在入境處辦證件 是不是有些鬥快速度的心態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拿了身份證 我想我去到四五個字 我都覺得很快 當然我先填了東西 我拿回鄉證 如果不算拍照 應該拍照才進去 我真的十分鐘左右 快得這麼快 因為如果你拍照 你去自助那部機 你一刷了照片 就按回你自己 身份證簡單的東西 它就彈到你之前在網上填光 你對個確認 其實就可以了 即是不用見人 不是,它給你一張照片 就叫它給錢 賣卡 即是見人得順便 我老婆就說 她之前做過很久 多了整個小時 我整個小時就不等了 我心想是這樣 我去到那裡 沒什麼理由要等很久 因為沒有什麼人 我覺得 我都還沒錯 我剛才拿電話出來 打算打機 她就叫 不知道什麼東西 到十九號櫃 十九號櫃 她就斷了一份東西 都要看一看我 看一看我 對一對你的資料 接著拿了身份證 是啊 即是舊的回鄉卡 是啊 錢名 390元 在多少號 之後你拿了舊回鄉卡 自己又在那些機器裡拿 十分鐘左右 那張卡都拿了嗎 不是 現在還沒馬上拿 即是幾號之後 很快 但是那幾個星期 身份證是幾天 不知道你能拿到嗎 拿不拿到是第一步 我覺得是拿到的 接著就是 入不入到 只要你拿 就沒理由不讓你入 是逼不去出 首先 我要逐步逐步做 拿齊些事 我上去之前 我當然要收下風 但其實我覺得不用 因為我愛國愛港 尤其是 我準備今次的目的 只不過我真的想去看看華山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烏洛卡來回鄉 不是 看看華山 俄美 那些地方 正所謂 我們那個愛國教育團 他都說 鼓勵我們這些年輕人 雖然我不年輕 多些上去看看 看看之後 你就會慢慢愛國 其實我明白的 因為我有些老朋友 經常發照片給我 我都是震撼的 我也知道 不只是看你的照片 我想正你也明白 其實現在的大城市 就算很窮的地方 在我們印象之中 他都很漂亮 我跟大家說 我都肯定 他真的比香港更漂亮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是新的 因為現在發展 你不理他的發展是怎樣 新的就很漂亮 我們看到他這麼漂亮 比如你在英國讀書 那些地方這麼舊 沒有WiFi 那些地方 那就很貼心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就會愛國 對 Super Peace 我也十分 hologram 我們到日我們 一步一步 所有人都已經聽到 喂 哈囉 你們好 喂 說話 喂 byte 舊子 牠齊 Hammer 我覺得 needed 你覺得高相mera 怎麼樣也好 或者我的天氣 昨天阿朗人上來 我不知道是麽前還是麽後 都忘記了 他說9月有一個tour 是去I-Cup的 而且要看一些神秘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很難去 如果去的話 實際上是兩個人一起去 一定會拍完東西的 為什麽呢 我見到我們的 waiting 這樣跌法真的不是辦法 我見到我的老友 只要不是說政論 其實也不是一定的 總之一定有八卦的東西 恐怖東西 八卦的東西 動一下也有五 六萬 十萬 二十萬 我們如果有台長 這些人在這裏 我們不會的 陳秘野 我什麽要選的 埃及也有雞腳 看這些夜生活如何 埃及 埃及也是好 埃及有嗎 全世界都有 隨時會只是中國雞 OK 我怕你叫一下 原來是穆乃伊 但我覺得 如有十多人 十多人都很難 到時安排一下是怎樣 因為我昨天不是在那裡說過,今天我叫姐姐立刻訂一部,看看下次你有沒有用 其實網上賣到大陸也有,但我當然是訂香港港貨 那部航拍機跟著你那部,一承認了你,很小一部 你呢,比如你做節目也不是拿著東西的,不用的了 你怎樣走也好,就算你跑也好,他怎樣都跟著你呢? 他在你前面拍著你,你就做節目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這麼小小的,我以前不是有小小的航拍機,但是那個很笨的 現在這個可以加鏡頭,本身一個鏡頭可以加六七個鏡頭 你不用加六七個鏡頭,兩三個鏡頭應該是拍的 然後你給他一個指令,又是AI,他就降到手上 不是很高科技的東西,因為我現在在找,要買的容易 我現在在找他的真正代理,因為我打算買的 我覺得很好玩,他又不太貴,只有兩千元左右 那麼我們出外做節目 就很方便了,因為他還可以另外加錢幾百元 就直接錄音,直接跟你錄音 因為我們以前出去錄節目 很多時候,就算用手機錄也好,什麼都好,或者用Vito錄 要另外加過這些東西來錄音 他不用了 直接去那裏收音,拒謀 即是說,你如果在街上,譬如你不要拍那些 你拍去靈探,是不是很奇怪 在山上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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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看不到,啊,啊, 而且我看不到 我怕我看不到,啊, 但我去到 所以他那個遲上的,也感應到 他感應到,我也感應不到 喂,老實說 我又不知之以鬼見仇,但我真的很難 那天,你在那裡,你是不是在那裡 我不知道,我們分析了一些網友 你在那裡,分析了那張 昨天的封箱豪就堅決說 你們是否認不出來 我相信他 因為我真的看過他那個 每個人的磁場 還有他的道理 他說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收入 但那時候應該是和邪不來的 不知道 再問他 我看過他的圖也有對話 昨天忘了是和邪領匿員 老實說 我真的沒什麼好說 也不方便說 在我們現在的圍道底下打的時候說 沒有必要 你要是就收工 你說這個是不是加強打壓 很明顯 我不要對比 2019年和2020年 根據報導和記憶 我是覺得加強打壓 這就彰顯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特區政府 李家遲為首 他經常說 什麼防有心人 這樣那樣 但是記者真的很清楚地問他 到底是悼念犯不犯法 他沒有回答 回答不了 湯家驊 這次湯家驊真的沒有怎麼理 他說悼念沒有問題 結果我昨晚發覺悼念沒有問題 人們是被人截的 都放銀 主婦那四個人是真的喊善動 但是 如果你相信他 你真是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而我昨天看的報導 最遺憾的就是 連 維園康民署的職員都出來維穩 簡單來說 說真的 你問我就很簡單 你說這個是不是 哪裏的指令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很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早幾天 其實是早幾天的 6月3日 昨晚陶傑也好像有說過 你有沒有聽陶傑昨晚 他咬了蕭先生的聲音出來 吊了蕭先生 說他禽獸不如簡略的人渣 法西斯 為什麼呢 我要再聽多一次 因為蕭先生吊了陳詠 不是 因為 他 十幾年前跟長毛做過節目 一段聲 他說 你始終不是整個節目聽的 我們很小心的 不會因為我們喜歡蕭先生 或者不喜歡蕭先生 於是斷章取義 蕭先生就說 現在我站在 鎮壓者的立場 那六四真的是要這樣 如果用橡膠子彈 用那些東西 街頭講到街尾 街尾又聚集 那我怎麼搞呢 我當然要生傷實彈 哈哈 然後 然後長毛就在這個節目裏面 他這句沒有掌握出來 他說 幸好我認識你 老少 阿少 要不然我會打你 在街頭 如果那句說話 抽空來聽 他真的是一個人拿來 但是為什麼我說 我不敢平 不住呢 因為他有一句說 我代入 當權者的思維 很奇怪 就是 這幾天 我為什麼會說陶劫 因為陶劫播了幾條片 出來的 就是有些流出來是鄧小平 說要下令 要做事 一條片 鄧小平在 九二南巡的時候 說要改革 不是誰不改革 誰下台 有一條片 流了三條片 那麼 誰不改革 誰下台 我們很明白 他覺得在現在中國的情況下 他那條片就有現在的意義了 是吧 當時 阿正 我想很多網友都記得了 當時 其實江澤民上來的時候 因為他真的 可能自己覺得不是那麼穩陣 寧左勿右 但是作為共產黨員 縱然他的心底是什麼都好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陳雲 不是國師 大家知道是陳雲 戰他上來 他就寧左勿右 於是鄧小平就很震腦 其實 就是那時候出現這樣的說話 他說 一定要改革 一定要什麼什麼什麼 不可以永不走回頭路 誰不改革 誰下台 在這個時候爆了這一段片段兼聲帶出來 其實我又很奇怪 當時的 阿一 大家認不認同鄧小平這個人呢 其實我不是很同意 昨天 陶傑和白偉聰 他們認為 鄧小平不是什麼偉人 不是什麼人物 我不認同 我認為鄧小平真的是一個人物來的 為什麼呢 我不是特別他厲害 說偉大 這個不關事 而是 講就容易的 在那些 時代 時勢裏面 你願意 去復出的時候 說句真話實事求實 這是常識 常識 當然不能見到偉大 但是在那些時候 那一刻 就偉大了 他起碼敢說 你看現在 也拍了 當日你回去看那個片段 就是鄧小平要屠城的時候 說要屠城 其實李鵬那些都說過了 但是很多人 為什麼呢 始終 人很怪的 有正面反面的 好角和歹角 李鵬還是歹角的 當然是 鄧小平 他不會的 他是被人騙的 那些人誤導他 其實你想想 你誰可以下領 要速度解放軍 誰可以主席 有時候 所以就是誤導 是他 但是那條片就很清楚了 基本上呢 你看到那條片 他就是動殺機 為什麼動殺機呢 可能他真的對那個運動掌握得不夠完全 我要這樣說 但是你看到 剛剛朋友看了 比如說聽 他旁邊的人 沒有人敢出聲 你也可以對比 你可以想像到 在這個權力架構底下 是誰是中國人 胡耀邦這樣的下場 是誰敢拼嘴 所以第二條片我是很明白的 就是誰不說下台的時候 他說不走回頭路 我永遠不走回頭路 是很有現在的時代意義的 但是第一條片 奇怪了 你呢 究竟是要煲還是要扁 那些我們都 不用想的了 比如說 你第一條片 第二條片 你就是 煲 鄧小平的 如果用我的角度來看 第二條片就是 他什麼改善下台 但是第一條片 其實是 扁下去的 你將他 當然有些人相信 他都沒有了 Anyway 大家就自己看回 所以我結合了 有時候這些 這麼吊詭的 的政治形勢底下 究竟 怎樣處理六四 因為其實 都很關鍵的 我們看一個人 看一個屎 不是看小說 不要說 這個是監獄 這個人很立體的 這段時間 可能一個決定 足以 十三個烏點 老實說 不需要 你六四那些東西 一定是 老實說 殺人 是吧 不用說的 用了這樣的武力 我認為沒有很多空間 但是 譬如1992年 他這個開放 當然是為政治 即是共產黨的權勢 還是為 他有一些協議 昨晚 也有這麼說的 對於1989年 不是協議 只是做大了 為何做大了 因為被人制裁 其實最重要是被人制裁 如果被人制裁 因為他們經歷了幾十年 沒有錢的日子 就知道政權 是不能棄下去的 是嗎 於是 那時候 大家陸續續 那麼多年之後 才會 譬如他也會聽說 我們不可以真的被人制裁 因為真的怕 可能就是陳文 被人制裁 是不是我們真的 要找自己人來做 於是 黨員 每家每家都會派一個人出來 總而言之 要確保我們的政權 在自己的子女和子孫上 穩固一點 就未必會被人制裁 為什麼會怕被人制裁 就是因為 老實說 如果不是那件事 三、五年前那件事 鄧小平 個人來說 他就不需要害怕 如果是之前的運動 當然 建國有很多反右 沒有人沒有份 但是我想說 如果 洩漏第一條片的話 當我看到那裡的時候 其實早兩三天 已經有什麼 那你就會覺得 咦 是不是有人 為什麽現在有這樣的片資料出來 是不是有人想 撇開了六四這件事 不關我事 甚至乎你們沒有程度 可以去做一些 悼念也沒問題的 如果這樣 就很關係到 現在 特區政府那種部署 是否正確的政治路線 但是第二條片 第二條片你問我就很清楚 就是刮拋 現在的紙 走回頭路 是否搞錯 OK 所以這些事 我們也是說那句 也是實在花生 我們也是報導黑身份算數 昨天 你去維園的現場 其實你覺得怎樣 多不多市民去 還是怎樣 最多就是警察 市民一直跟我玩 晚上 晚上不紛紛都會有些人 你感覺到 講感覺 有沒有那些人 其實是專門下去 行下 或者觀察一下 看看 什麼環境 有其實不算很多 但是真的不多 多不多人穿黑衣黑褲 都沒有特別穿什麼衣服 OK 老實說 你說 這個世界上很簡單 如雨紅掌 你很難樣樣要有的 即是等於 你又要別人來投資 或者我們香港人要放心投資 又強調你有自由 完全沒有影響什麼的 但是 你又要什麼事 這個世界 是沒有的 你要這件事 另一件事就沒有了 很簡單的 我看到昨天 先不要說維園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有一個 叫余一 余一 有兩間店 雜貨店 就是 由前由尖旺區區議員 朱剛偉 開辦的 他昨天下午 在店裏面 老實說有多少人知道余一 有多少人認識余一 是不是 他在店的櫃卡裏面 放一支電子蠟燭 店的櫃卡裏面 他是樓上店來的 我不肯定 竟然有 喂 十幾名便衣警員到場 10名警員在店內調查 5至6名警員在店外 把手 OK 記者去到 驅趕至商場電梯口 不要妨礙警員 好了 大約 調查了20分鐘之後 現場警察撤離 記者就進入余一間店裏面 就發覺 櫃卡上面那些 一支電子蠟燭 沒有了 記者 就問 朱剛偉 喂 為什麼會沒有那支蠟燭 你現在心情 什麼事啊 警察是不是 國安警來的 朱剛偉無奈回答 喂 不能說啊 繼續開店 喂 在店裏面 放一支電子蠟燭 當然啦 朱剛偉 他在 社交媒體裏面 說 他說 他希望繼續做以前一直做的事 OK 其實 市民在家裡悼念又說什麼又說沒有問題 說真的 我覺得是零影響力 我覺得 朱剛偉在哪裏 朱剛偉在哪裏 我不知道 劍子蠟燭 現在你看下去是不是要禁止蠟燭呢 回到維園 昨天 荷蘭鑽港 駐港總領事和歐盟港澳辦事處副主任三人都在晚上7點多到維園 繞個場 走個圈 沒有回應傳媒離開 當然 如果牆壁就夠了 沒什麼東西看 那麼多警察 夠了 老實說 你不敢搞法 他們的領事也不會來 其實六四集會 我現在純粹是用 香港牛志入興來講 他是一個好象徵 亦都很容易令到 我們的偉大祖國 或者 我們香港 向國際社會交代 你譬如 現在我們當然明白了 他們47人 當然是大男學的 學習誰說的 他們沒有差別 當然是有罪 對啦 其實昨天的記者再問他 他也是沒有回答的 甚至乎陳文敏也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說 跟著《基本法》 我們就真的不懂法律了 陳文敏我覺得他懂得吧 即是《基本法》為反法律 對呀 難道《基本法》是違法 要《基本法》 其實他們要回答的 中心法院或者特區政府回答 人大 對呀 對呀 我們很招頭 其實 大家想想過去 20多年 在綠色集會 現在去主辦綠色集會的人 有很多都 在監獄 在監獄 或是在拋 說真的 如果被外特區政府 打電話找人 告訴人 reviewers 誰誰誰誰誰誰 搞到他 蔡浩昌 蔡浩昌 張哥 因為在哪裡哪 沒有什麼談談 我說不是啊 我先去談談 到哪裡 好 蔡浩昌 黃偉光 黃偉光 還有陶謹申 康俊宇 那些沒有補充 不要說大罪立功 是你為香港做事的時候 搞回六四集會 一定是萬人空行的 第一年未必第二年就是 那張圖 就是會連平的那張圖 你就能幫到很多手 19年你們是在這裏反 六四七一 甚至平時集會現在想有都難 所以我們想的東西跟他不同 一國兩制 就是要為張圖 但你做不到什麼 其實七一 會讓你走的 做到什麼 我告訴你 你的錢是會慢慢回來的 因為其實有些人 他們明知 生有苦也好 都會用藉口說服自己 譬如 你明知他叫雞帶兔 不帶兔是危險的 但他也會說服自己的 我又不是一男一女 你會這麼容易有血液的接觸嗎 其實他才是危險的 再不然他也會說服自己的 沒有性病 問一下沒什麼意味 沒有什麼的 但是他要說服自己的 他又說服自己的 有七一遊行 有六四祝國馬妹 他就說服自己 不是那麼害怕 先不要組IFC 那麼貴 我們先審慎一點 租場公衆心義其室 現在可以談便宜一點 但是你偏偏 不會逐個個案子說 有人穿長衣 黑衣 黑褲 被截查 這些全部有放銀 有人點著蠟燭 被吹飾 甚至乎是康民署的人 說這裏不能點著蠟燭的 你那些人來截查 登記新聞證 那這件事 有沒有 那個震懾力 當你很信任的政府 就好像沒有了 現在很害怕 有人 在維園上開著手機的電筒 立即被人 按下 這麼想黑了 我想問什麼 其實為什麼我說什麼呢 當然所以他沒有抓人 他不是不抓人 抓人沒有辦法 於是就要截查 但是你說對香港有什麼好處呢 我現在真的是苦口婆心 表達自由 甚至乎我覺得這個真是最離譜 有一個 他不是朗讀的 我看了幾次 那段文章 一個曾女士的報袋 寫著5月35日 然後錯了 看5月35日 這個舞台劇 的劇本 靜默地 在看劇本 都一眾蓋上去 將他帶走 沒有抓他 放人 為什麼 問什麼原因 你的袋子和書很敏感 還要去找其他袋子 遮住那個布袋 老實說 也有人展示燭光的相片 燭光相片 又被人 帶入帳篷 抄下審分證 沒有抓你 其實我不知道 所有的事情是一個法治地方 你要清清楚楚 但是你又喜歡模模糊糊 正常來說是 一定的 一定的 現在但是他可以答得出 這個不關你的事 不要說什麼 其實那件事我們沒什麼火了 現在 連人書店那件事很離譜 你在門口凍著 阻凍著掃生意 你試試 阻凍著掃生意 阻凍著掃生意 問阿Sir 究竟有什麼事 我們犯了什麼 這個不關你的事 這樣也可以 你起碼告訴我 你坐街頭的梳化 你作也好 說我們一附 他在附近人 你作也好 不關你的事 好了 拿去 蠟燭相片 庫文署的人說 你不可以這樣用這個地方 OK 因為會引起別人騷動 怎麼騷動呢 老實說 有人拿起 相機 把蠟燭 照片 引起別人騷動 你就會拘捕騷動的人 至於我這張照片是否能夠煽動呢 你可以拘捕我了 如果真的有人騷動的話 然後讓官去判 但是如果我拿出來都沒有人騷動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需要離開 老實說 如果我拿一張蠟燭出來的 那會不會有一天 我拿一張 封警員畫都說不可以的 有什麼分別 毛澤東的照片可以嗎 事實上有一個也挺奇怪的 好像我一個是被拘捕的 結果警方公佈 拘捕了 四個人 兩男兩女 OK 另外有五個 涉嫌破壞社會安寧 所謂破壞社會安寧 這五個我不說了 這五個 可能是包括我剛才說的那些案子 或者是不包括 都是事後放了的 但是現在說兩男兩女 包括黃婆婆 這些都是被拘捕了的 日後會不會告 是一件事 就說他們 這裏有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 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 甚至乎不是很細節的說什麼罪行 以及襲警 首先 首先 一個24歲的男子和一個69歲的女子 在兒和街 刑職可疑 警員截查期間 男子懷疑襲擊兩名警員 於是乎兩人 涉嫌 襲擊警務人員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被捕 看回資料 這個69歲的女人 應該是 龐廷斯 姨婆 怎麼形跡可疑 他向記者展示有關國安法的書籍 展示有關國安法的書籍 有什麼法呢 有什麼犯法呢 於是負責說他可能涉嫌破壞社會安明 原來支持國安法就會破壞社會安明 他支持了 我不知道展示有關國安法的書籍 現在不是說有關反國安法的書籍 事實上也沒有人反國安法的書籍 另外那天 四歲的男子被捕 是患有 遺傳病小半威利症的兒生孫 可能因為看到兒婆 警察好像嚇他不懂 於是乎情緒激動 用手拍向其中一名女警 就被警員以涉嫌襲警 為由拘捕 另外 有一個 叫喊口號 應該是黃婆婆 他 應該是叫 支聯會 不是五大訴求 只是支聯會過去的六四集會 那些 結束吉黨專政 那類 另外 下午 有一個23歲男子 又說 黃婆婆 和剛才那兩位 黃正思 二新孫 三個 有一個23歲男子 下午在興法街公園 涉嫌襲擊兩名保安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23歲男子 我這個最奇怪 他帶著 習近平治國理念的書本 正確 穿著捷古華拉的天術 正確 於是 就被多名 家鄉市集加聯華的保安 用遮困著他帶走 他可能在那裏有些動作 於是 就說他涉嫌襲擊 這樣 老實說 很可憐 這真是說質素 那些保安 不知是誰是哲古華拉 不知是甚麼事 就是 法蘭斯納 杜拉斯就知道 他已經很可憐 政治正確 習近平治國理政 我都沒有 這本事 整人不會碰都沒有 但是 我不知道在哪裡買 我想買 那麼高級的書 我想拜讀一下 好了 但是看到 你能不能穿著甚麼衣服 想想 長毛的衣服 他懂得是誰是哲古華拉的 你不懂得是 不懂得是 遮掩才找遮掩 我出來逛街 我想習近平治國理政 你都遮掩我 為什麼要想 於是我想像到那些環境 你用遮掩迷了他 你用遮掩迷了他 為什麼用遮掩迷了他 不是跟他打 党語 是怕他的衣服被人看到 你說是不是瘋狂了 你說是不是瘋狂了 這班人 是不是瘋狂了 你就給 好了 如果北京政府 屌尺你 你不要哭 你這麼瘋狂 有習近平治國 你連他的書你都拘捕 是不是瘋狂了 你還說他是什麼 說他這樣是可以破壞 社會安寧的 我真的不懂得說 我不要聽 以前我們曾經 創紅打黑 現在連創紅打黑都不行 因為他也不懂得說 我真的不懂得說 昨天台北 6000人 我們不特別分析 你問我為什麼會是 一個訊號 是因為 台灣人 那個 對抗情緒高 就藉著這些是很有趣的 六四 理論上香港過去那麼多年 他也有多有少的 但是那個多一點 你應該是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悼念情緒隨時日過了 越來越少 如果單一事件來看 或者越來越多 因為事件越來越多人明白 於是來悼念 但是那個 上落是很大的 是很關係到 當時的政治氣氛 當時的政治氣氛 說香港 好的話 兩三萬人都試過四五萬人 其實不知道有沒有 當政治氣氛不好 他就會有很多人 其實在台灣有這個情況 因為是藉著這個集會 因為畢竟是幾十年 以前的事 不是那麼多人 有那麼深的感受 去表達他現在對那個政權的 情緒 你現在是有6000人 你對比香港 不多 但是對台灣來說 還有現在的新一代 老爺就沒有關係 年輕人的 年輕人的 他根本經常說是他國的事 賴清德 又說一些 正式正確的說話 這個不是悼念六四 就不是什麼 只是一個人類的 那些不說 很明顯 你剛好 老實說 你又橫台軍演 剛好 賴清德宣誓 又或者過去幾年 你也是這樣飛 又 忠然我不認同那個什麼清掉行動 但是 我不是絕對認為 國民黨 改國會的條例 就是那幫民眾 包圍了法會 我不認同清掉行動 但是你能看到民意 因為他們會深信 共產黨是在後面搞的 這次 他多人出來 我覺得 跟他環球軍演 和你清掉行動 那個關係 他情緒就出來 我就反對你 就多了人 因為你除了當年香港那班 有班人 好像我看到什麼 赴湯道火 他們也有上台說話 是一撮 但是台灣人是多了他 其實就是表達那個情緒 你如果這樣搞的話 香港這樣 明年台灣會更多人 你信不信 當然我不覺得 會多老闆香港幾十萬 你說何必都要搞呢 休息一會 示範 ぉ 可 他 北 勒 ont 說 禁錦